好了,大家好,去到我們電腦系統的第三講 今天會講些甚麼呢 我們知道了很多電腦,不同類型的電腦 都是硬件的,我們用過實體上的特性 物理上的特性去區分那些電腦 但我們曾經,如果大家有印象說系統軟件的時候 我也講過了,硬件和軟件是必須要配合的 我們今天就介紹了,當軟硬配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個電腦系統,有甚麼不同的電腦系統,如何去區分 你會見到電腦系統有很多款的 單用戶多用戶,成批處理,實時網上互動並行處理,分布式處理等等 在我的年代讀書其實只有兩款 然後慢慢開始,那些人將電腦系統 就越介越細,越細就越難去區分 這個位置就,我也不知道怎樣去到好還是不好 所以你會發覺一會兒,可能會發覺一件事就是 咦?為何好像差不多樣的?為何說的好像差不多樣的?我們來看看 好,首先我會用一組組去代表的 譬如說,通常是比例比較到的 譬如說,單用戶系統和多用戶系統 好,那單用戶系統是甚麼意思呢?同一時間只容許一個用戶使用而已 譬如說,家裡的電腦應該是單用戶系統,那單用戶系統就是同一時間 或者多個用戶一起用的,譬如一些伺服器等等 那我們用過同一時間,記住,重點是同一時間 用同一時間去到劃分,究竟有多少個用戶去到用到 那就是我們那個叫做單用戶或者多用戶 OK?那就記住這個先吧 好了,接著你就見到一大堆了 就是一個叫成批處理 實時系統和網上互動系統 我剛才說過,我年代只有兩款,其實只有成批處理和實時系統 其實沒有網上互動系統這件事,OK? 好了,我們看一看,什麼叫成批處理呢? 先收集不同的工作,然後按時去處理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給我工作,我不是即時跟你做的,sorry 我是等一等的,等一等等什麼呀? 可能是原來我等了梁國晴老師這些東西給我 我集合所有東西才一起做的 所以相對地,其實資源運用是好很多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例如做功課的時候,或者溫習的時候,即是一氣呵成做同一件事 好過是我今天分兩課,明天分兩課 當然有些人不是的 如果這個例子講得不好,你自己想一下這些例子 還有,人工上面計算,譬如我們月尾出糧的 沒有理由就,今天收到A軍的糧單,就今天立刻發 不是的,我等了,可能出糧前十天,我會計部才處理的 那這些都是成批處理 成績表都是,中文科入了分,或者是3A班 或者你們現在的5A班入了分 我沒理由說5A班入了分,我先印了5A班 通常就是入了所有全校分,我一次過印的 上面因為資源運用上是好些的 這個就是成批處理 不過有好有不好,成批處理 你想一下,那些東西不是即時的,你們不喜歡 你們現在這個世代是甚麼要即時的 你等三秒都會死的 這個成批處理就不是你們的杯茶了 甚麼叫實時處理呢 實時處理其實就是收到工作之後,立刻做的 是好,當然是instant的意思 就是real time,不是說我按的按鈕 一秒都不用,就馬上回來,不是的 不過意思就是說,你按按鈕之後,我是立刻處理你的工作的 所以要有這個系統,其實你的硬件上面 你想一下,應該都要挺powerful的 不然怎樣去處理這件事呢 跟成批不同,成批就等,慢慢等 你實時就是,你一按,你一叫我做,我就做 OK? 我希望大家其實做我的功課就是實時系統 就不要成批了,先等下一份功課,不要了 好啦,所以你看到實時系統,其實是建立和操作成本都是高的 你想一下即時嘛,那些東西一即時就貴了 即是,你要找到一些服務你 你想一下,我們經常在電腦世界裏面 銷售就是7乘24,甚麼意思呢 一個星期7日,每一天24小時都有人支援你 跟一些office hour,辦公時間才支援的服務是完全不同的價錢的 所以這個就留意了,實時系統,收到東西就立即做 但很奇怪 又喜歡突然間調回一個叫網上互動系統 網上互動系統一件事必須一定要有的 就是透過互聯網,唯獨是要透過互聯網 另外就是,未必即時,不過通常都是用我們即時或實時系統的原理 他在特定的時段去回應,所以很多同學就介紹 這個系統是實時,還是網上互動 其實坦白說,是可以兩個在一起的 原來配合剛才上面那些單用戶當戶 你的電腦系統可以是,我是成批處理系統 而是單用戶的 又或者我是實時系統,我是單用戶,或是實時系統是商用戶的 亦都可以是,我是實時系統加網上互動系統 所以這件事就複雜了很多了 以前我讀書沒有那麼複雜的 現在你就複雜了很多了 所以我一般來說,如果見到題目問你 如果是網上的討論區是用什麼系統來的 見到網上這個字,就用網上互動系統 你不放心的,你就加上實時系統 就是這樣去做 當然啦,譬如你說 我網上的討論區 這個系統 那一定是網上互動 一定是實時 但是如果有些機會就是 我網上投訴系統 可能是,即是說 我見到的帖子,譬如南科長的帖子 不是OK的,我按個檢舉 接著他還未即時處理 這個是網上互動系統 它未必是即時系統來的 所以這裏你就要拿捏到那個 情況啦 好啦 當然我們還有一些叫做 並行處理系統 以及一些叫做 分佈式的處理系統 並行處理系統就是 同一時間,也是並行 這個字很重要 同一時間處理很多指令 但是其實是需要 軟件的配合的 譬如說,我的工作 譬如我計算黑雷聖星 什麼時候再來呢 那我就同一時間 可能會計算很多數的 同一時間 然後將數整合起來 再計算多一條 那我就計算第一條數 第二條數 第三條數 第四條數 頭四條數就一次過一起計 parallel去做 所以叫做並行系統 好啦 所以你看到是快的 因為我將它斬件 但是如果我本身寫程式的時候 沒有預算這件事 在並行系統 未必有這個優勢 分佈式處理系統 就很簡單 就是第一件事 要接通到網絡 一般來說我們現在在說互聯網 然後就把工作分散到不同的電腦 幾年前曾經有一次 不知道是算什麼天文學的數 然後就叫人家開個網頁 那網頁就detect到你沒有用電腦 CPU沒有用的時候 他就會計算一些數 幫那個計算 然後就不知道有錢賺 還是有什麼賺 然後你正在用電腦的時候 我又停止不計算 那又是 其實這裡一樣 分佈式電腦 其實都是有特定程序的 其實兩樣東西 都是令到一些很大型 很厲害的工作 很複雜性處理的工作 我們去到分散給一些普通電腦做 即是說如果遲些 我們相信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是一個 叫做國防系統 我將它打散給一些普通電腦去做 對 好處就是 我不用怕你襲擊我的伺服器 譬如你一部超級電腦做完 或一支火箭 炸了超級電腦 你就沒有了 但是呢 如果你用了分散式去處理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Terminator 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 那個系統就是 基本上你炸了我這個 我不怕 其實因為我分散式 我每一部電腦都在計算這些數 我都在處理這些工作 這兩個通常是 計算一些大量的 例如阿Sir 如果我剪片 不要先說剪片 我再誇張一點 如果我用work 對不起 如果你用work 其實你用這個系統是沒有幫助的 OK? 好了 今天又到這裏就完了 我們電腦系統這個 topic 就完了 我們下一次就要去一個新 topic 希望去新 topic之前 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究竟有什麼不同的系統 電腦分類等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